日前有微博博主發布影片 開著私家車上西安高鐵站站台接人 更說這就是排面這就是實力 有內地媒體聯絡到西安站 西安北站的車站工作人員 證實確實有提供給車開去月台接人的服務 同一對外收費價格是600元人民幣一次 乘客資訊及進出車牌號碼需要提前報備 不存在以權謀私的行為 內媒引述相關人士介紹說 這項VIP服務是正規流程形式 乘客可以直接在站台接送家人朋友 在站台拉行李後通過專屬的通道離開 更設有休息廳 據了解西安站、西安北站目前都有這個服務 另外亦有網民表示不少高鐵站都已經有這個服務 不過亦有網民就提到 2020年有女子開瓶置入故宮的事件 認為這個安排是不合理的特權 另外亦有不少網民認為有安全的隱患 可以忏 отдел的事件 是搭乘 Spotify atrav市員 sabe 有四十字居